华社新闻昨天独家报道 上百名去越南富国岛旅游的台湾民众 在当地残被丢包 没有车没有导游 而且还没有回台的班机 有人是第一次带小孩过年 出国没想到就说遇到了诈骗 但是呢还要再自掏两万多块 才能够回到台湾 这原来是出团的年代旅游 跟越南当地的业者之间 款项没有结亲的关系 今天在当地接待的越南的业者 他们也发出声明 强调是年代旅游说好了要付钱 但是却给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款项 而年代旅游则是说呢 立约时是有讲好出团后的两周才会缴清 因此呢才会有再多收一个人 两万多块台币这样子的情况 但双方现在是各执一词 目前还有好几百位国人受困 而交通部观光署也开始调查 过年周团到越南赴国岛放松 旅客却完全笑不出来 因为带他们出团的台湾年代旅游 和越南接下的业者款项没有结亲 导致上百人在当地被丢包 还得先自掏腰包付两万多元台币 越南当地业者发出声明 年代旅游答应二月十号出坛前支付款项 但最后却只付了不到十分之一 是基于人道主义在海外接待台湾游客 也因为蒙受年代旅游社造成的损失 才向旅客收取在地团费 受访的越南业者表示 年代旅游这次书团在当地找了四家业者承接 但只有一家的款项被结亲 不过其他三家说好的汇款时间点是核实 双方各执一词 疑似因此爆发丢包争议 恐怕还得拿出当时立约内容 但目前约三百名台湾旅客还受困当地 交通部观光署也开始搜集具体试证 在当地缴交的费用 要跟当地旅游社索取缴交费用的收据 那或者是用当地 在当地用信用卡来支付 当务之急是让旅客顺利返国 回国后更得积极调节 进行不长 毕竟龙年花大钱出国旅游 谁知道最后竟成了场惊魂季 惹得一肚子气 华视新闻黄欧天黄瑞玲台北报导 哈喽我是易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